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九点强强困 热哦 好吃 嘀哈 快快快 卡不叮叮 快快快 卡不叮叮 全体集合 准备出发 嘀哈 欢迎来到九八新闻台九点强棍 今天节目开始了 OK 六月二号星期二 礼拜四会来的节目当中 接受访问的会是新北市新电区北新国校曾校长来报到 OK 今天一开始看看你要问我什么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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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哈 麦根牛麦根牛全部的答案都在强强棍百科全书 强强哥哥你好 我是小沙 我最喜欢问人家为什么了 强强哥哥 我那天在网路上看到一则冷知识说 现在的美国国旗是一个高中生设计的 而且那是他的学校作业 当时他老师只给他B减的分数 可是当他被选为美国国旗的时候 老师马上就将分数改成A了 哇 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啊 老师说过 最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所以又要请强强哥哥来帮忙解答一下了 现在的美国国旗真的是一个高中生设计的吗 而且还是他的学校作业 请强强哥哥告诉我 这个问题真的蛮有趣的 我告诉各位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有50颗星星的美国国旗 的确是一个美国高中生罗伯特赫弗特 他设计的 而且当初是他的历史作业 哇哦 说个故事给你听 1958年的春天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高中生罗伯特坐着校车回家 他一路上都在想 哎呀 这个历史老师 出了一个家庭作业回家写 每个同学要各自啊 独立完成一个有独创性的手工作品 哎 这个作品要能够表达 他们对于历史正门学科的兴趣 而且作业的下个礼拜一就要交了 这是礼拜五嘛 这罗伯特就是他伤脑筋 要做什么手工品呢 手工作品还可以对于历史有兴趣 哎呀 哎 当校车经过市区的时候 他看见了飘扬在市政厅屋顶上的美国国旗 突然他灵光一闪哈哈 就是他了 我要设计一面新的美国国旗 那个时候啊 阿拉斯加很快就要成为美国第49个州 那罗伯特呢还预感他在猜 不久的将来呢 夏威夷也一定会接着成为美国第50个州 回到家他放下书包 罗伯特就开始设计心目中新的美国国旗 很快的就画好了设计图了 第二天 罗伯特还到商店里买了一块蓝色的棉布 下面呢有一些补衣服的 就还买了一些补衣服用的一个胶布 还用心的制作出一面 有50颗星星的美国新国旗 最后他还用运斗 给他把这个新国旗给烫平了 运好了 然后呢 站在那边欣赏自己的 哈哈 作业 笑了 礼拜一 上课 把这个作业交上去 这个结果让罗伯特有点失望 他的作品没有拿到A就是高分 还被历史老师嫌说 哎 这不是我们的国旗啊 上面怎么会有50颗星星呢 虽然罗伯特不断解释 你出的题目要我们来创作嘛 那我这是一个创作的一个理由 但是呢 他拿到的是B减的成绩 不是很好 这罗伯特呢 其实很不服气 这历史老师就对罗伯特说 如果你不喜欢我给你的分数 那你就把国旗送到华盛顿 看这个华盛顿 就是这个总统府啊 啊这个首都嘛 那送去送去给他们看看 看他们能不能接受 这个罗伯特实在也是有刁底啊 他放学之后呢 就骑车 哎 前往当地的议员的家 他跟议员就说 你看 这是我设计的国旗 然后说 哎 我之前设计的理由 哎 然后呢 又说老师说 这个 拿去给总统府看一下 就问那议员先生 哎 议员先生 你能把我设计的新国旗 带到首都华盛顿去吗 如果要举行为50个州的 美利坚合众国 就美国了 设计新国旗比赛 你能推荐这一面旗帜 去参加比赛吗 如果我们一般人会说 吵什么 嗯 但是这个议员也不一样 他面对这个很年轻 又很认真的高中生 哎 他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议员呢 哎 点头答应了 哎 接下来啊 这两年 罗伯特就一直怀 怀着希望等待嘛 啊 然后呢 1959年的1月 美国总统艾森豪 签署了公告 宣布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第49个州 就像其他的州一样 按规定呢 代表阿拉斯加州的这一颗心呢 应该在7月4号 美国国庆 这一天就加进国旗里面 但是49颗的国旗呢 美国国旗 几乎就是立刻就过时了 因为在同一年 哎 这个8月 夏威夷 要成为美国第50个州 哎 这跟罗伯特这个同学呀 他那时候写作业的时候猜的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两年了 罗伯特已经高中毕业了 历史老师给的那次作业下的分数逼减 还是记录在学校的成绩册里面 而罗伯特呢 在这家公司呢 在某一家公司了啊 担任制图员 画图的制图员 他听说有成千上万的国际设计方案 参加竞赛啊 竞途了 看要选哪一个 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负责审查 最后选出了五个方案 给那个艾森豪当时的总统啊 来做一个评选 这个罗伯特就想说 嘿嘿嘿 我不知道那时候 我在高中时候的设计的那个作业 那个美国国旗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到了那一年六月的时候 有一天 罗伯特在上班嘛 他还在公司 画图工 画图的工作室里面正在画图 制图 一位秘书 啪啪啪啪啪啪啪 跑过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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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罗伯特一下子听出 哎哟 这是当初我 跟人家讲话 modes 那个议员的声音啊 议员就说 孩子 我为你骄傲 艾森豪总统 选择了你的新国旗设计方案 恭喜你 我的天哪 我都流鼻血了 不得了诶 原来尽管有成千上万 相似的设计 但罗伯特 他是最先教出来的吗 而且他不是草徒 他是以做好的真实的旗帜 这也是罗伯特他胜出的原因 那后来那位历史老师 有没有什么表达呢 罗伯特从华盛顿接受表扬 回到家乡 历史老师啊 他就真的修改了当初的分数 把它变成 但是呢 罗伯特说 如果我的分数不是那么低的话 我根本不会拿这个旗子 去找医员先生 如果我没有去找医员先生 我的设计方案就永远不会 让世界人们知道 我也许就不会飞去华盛顿去领奖了 哇 这就是自己一直坚持 又能够很豁达 没有什么愤怒 什么报复 就说别人酸的话的 真正成功的故事 哇 今天这个故事很有趣啊 一个同学 他想表达他的意见 老师本来觉得说 你不是我的标准答案 但到底老师要让我们 学的是什么呢 学生要怎么样跟一个老师来学习呢 今天我们等会儿就要来讨论这个话题 不过我们先出个题目 让小朋友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分享 说到美国国旗 请问 您还记得刚刚我讲那么长个故事里面 最后加上去的那颗星星 代表哪一个州呢 一 阿拉斯加 二 纽泽西 三 德州 四 夏威夷 欢迎各位打电话 83693398 乌拉拉 乌拉拉 猫熊回来的里面的歌曲 嗨翻天 你能想象上课能够嗨翻天吗 有个老师就让他的课 上他课的学生嗨翻天 不是不只是在这个国内 在国外教学都能够 他不只是他自己教学能够 他还希望让所有的老师都能够把这样子的教学的技巧提升到 让同学们开心 他不只在实际教 他还在线上 他还把线上课程变成多人竞技线上游戏 上课就像在打怪 他还让小学生老人院的爷爷奶奶来替大学生打简报分数 够怪吧 够嗨吧 今天我们来欢迎 这个最近出了15年 他将15年这样教学的经验 他的理念 价值观 他的教学的方法 从非常精神上的 一直就理念上的 一直到实际操作上的步骤 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七 想得很详细的 这本《未来而教》 就为以后更多的 为来面对全世界竞争 全世界整个的环境改变的 小朋友而教的 为未来而教 我们欢迎叶炳成教授 教授好 强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 小朋友大家好 叶老师真的是人中之龙 对不对 怎么说呢 就是 真的是人才之人才 在国外读书 然后在国外做助教 在国外做助教的时候 又在国外教书 然后再回来台湾在台大教书 叫电机系 台大电机应该是 应该是全台湾最优秀的学生在那边 但是你在教的时候 你发觉 好像这么优秀的学生 还是有一些 可以更好的地方 是什么 那时候你发现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很多学生 大家都很优秀 其实我觉得 我们小朋友 从小到大 我们都比较着重 就是说考试成绩要考得很好 当然的 台大学生应该是台湾成绩最好的学生 应该或许吧 但是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 这个大学生毕业以后 他去外面工作 那工作能不能成功 其实很多成绩不是在看成绩 比如说这个 你在公司 你是负责销售的 你在卖东西 能不能让客人很愿意买你的东西 你很容易说服你的客人 这个 这其实是成绩一百分 你也没有用啊 你成绩一百分 你也不见得会说服得了别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 如果学生只是成绩好的话 其实他毕业以后 其实他在面对社会的竞争 不见得 能够比别人成功 所以你就希望这些 大学的学生 开始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 说出来 对 我觉得 其实除了就是说 自己有什么想法 你要把它说出来 好 说给人 让人家听懂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比如说 像小朋友 可能以后长大 要你变成是一个生意人 你有个非常好的产品 可是你这产品 到底怎么样好 别人也不知道 对 那你只会说 这个产品很好 这个产品很好 那别人也不会跟你买 所以你要能够想告诉 我这个东西好在哪里 对于你这个客人来讲 你如果买了 它会有什么好处 你还要有这种能力 能够说服你的客人的话 那大家才说 哇 这个东西好 我就掏钱出来买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些能力 其实对未来要能够成功 是很重要 可是你也发现 等到大学再请他们说出来 可能稍微晚了一点 对 对我觉得这大学是出来 有点晚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觉得特别的是 可是我刚刚还在上节目之前 先跟你聊一下 可是幼稚园开始就不准小朋友讲话 好吵哦 罚站 弹嘴巴 对不对 在脸上花叉叉 对丢粉笔 强哥国中的时候 很爱讲话 我也是 然后呢 我的老师会折粉笔头 K我 真的 可以丢的 到后来拿粉笔擦丢 我做 因为我个不高嘛 我做在第二个位置 老师丢的好准哦 我也是很爱讲话 这个 我在台大看到一些学生 那个表现 就是他那个 让人家觉得 哇很厉害 很惊艳的学生 但有的那种是 念书啊 考试 这个作业就很厉害 但也有那种 他这个 就是非常优秀 他讲话 就很多人就愿意听他讲话 然后很有说服力的 这些学生 那他们也是 我跟他们聊 大家共同的特色就是 在小时候都很爱讲话 我也是小时候都很爱讲话 所以说你要鼓励 小朋友多讲话吗 我觉得 小朋友应该是要多讲话 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对 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发觉 如果从小 意志他 只要听 不要说 真的会慢慢慢慢 心里就会 就 预结在里面 你到最后 长大了 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讲 对 好可怕 你看最近有很多新闻 就觉得 好好的学历都很高 他怎么会做出 我们大家 他都没有跟我们讲 做出伤害别人 或伤害自己的事 所以说 来 我们欢迎各位小朋友打电话 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 他们不让我说 谁不让你说 对不对 是爸爸不让你说 还是妈妈不让你说 他们怎么样 用什么方法不让你说 是像强哥小的时候 老师拿粉笔头 丢我的脸 丢的好准 回家的时候 妈妈还说 奇怪 为什么 你打扫 怎么弄得你的制服上 都是粉笔灰呢 我说 我是负责清扫黑板的 不敢跟妈妈讲 我想还有 像我那个 有些学生教的 小时候很爱讲话的 但他们小时候老师 都给他们做那种护城河 就是他那个 做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 那个护城河 前不着春后不着落 旁边没有人 旁边没有人 你要讲你自己跟你自己 所以 好可怕 我是觉得 我只有三个 就三件事情 想跟小朋友说 我觉得第一个 我就觉得 对小朋友 可能这几件事情 可以记在心里面 我觉得 考一百分不厉害 教会别人才厉害 教会别人 就是说你今天考试 你考一百分 那只是你自己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有个同学 他这个数学 没有你很厉害 可是你能够讲会 讲给他听懂 那这个才是真正厉害 就是你自己考一百分 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能够把别人不会的东西 交给人家听懂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厉害 所以 因为你长大以后 就是我像叶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长大以后 你可能是在开发 你发明了一个很棒的产品 可是你要 教会你的客人 愿意用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才是你以后能够成功的 很重要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考一百分不厉害 教会别人才厉害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我觉得吵架不厉害 能说服人才厉害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 像我们家 这个 这个两个 这个我们家 我有两个儿子 小叶跟小小叶 这两个都 很爱吵架 对 那你吵赢对方 那没什么厉害 你要说服对方 你觉得你对 他觉得他对 那你如果能够用道理 用什么方式 说服别人 那才是厉害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 长大以后 也是一样 你发明一个很棒的东西 或是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你要说服别人 愿意支持你 说服这个 有资源的人 愿意出钱来帮你 完成你的梦想 这个说服的能力 才真的厉害 所以吵架不厉害 能说服别人 才是真的厉害 那第三个 我觉得 就是讲话大声不厉害 能够想到别人的心 在想什么 那才是真的厉害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事情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们小朋友 大家之间就是大声 你大声 我大声 他比大声的 但是我觉得 真的厉害的人是 他可以感受到 他可以 人家没讲话之前 他就可以想到说 别人的心里面 大概在想什么 OK 这个事情 别的小朋友 别的人有什么样看法 你如果有能力 能够预先想到 别人的看法 是用什么样想法 在看这个事情 你就有别人 有机会 说服别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声 不厉害 能够想到别人的心 在想什么 我觉得是很厉害 所以这三件事情 我是觉得 小朋友 我们从小到大 常常都觉得说 考试 或是说最重要 分数最重要 或是说 我今天跟人家吵架 我叫草赢人家 最重要 事实上 这些东西 等于长大后 都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这个是 有几个 我想要送给小朋友的 一些建议 谢谢老师 然后一开始 就开中民意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 真的很短 也谢谢你 很快的 萃取出来这些 在收音机旁边的 爸爸妈妈 或者是 你有可能会影响到 小朋友的大朋友 你都可以记得 这样子鼓励孩子 考一百分 未必厉害 但是你要 教别人 也许我们礼拜三 这个礼拜三 也许我们就可以说 我有交朋友 交同学 什么事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题目 礼拜三 我们就可以跟小朋友 一起来分享 好 那我要接一下电话 我们来周彦廷 周彦廷你好 畅哥好 老师好 周彦廷你好 周彦廷要先来答一下题目 请问我刚刚讲的 那个 那个美国国籍上 最后一颗颗星星 是代表哪个州呢 请做答 四 四 夏威夷 你刚才有听我们 那个故事 对不对 那个同学好好玩 他写了他自己创造一个 那老师给他分数很低 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觉得说 那我就来试试看 证明我想的也不错 居然这个故事 这么曲折离奇 到最后 你看他同学这个心情 觉得说 要不是老师这样子 然后叼了我一下 我还不会表达出来 很棒 周彦廷 你呢 你是 有人不让你说话吗 有 谁不让你说啊 老师 你几年级啊 四年级 四年级就已经开始被禁止说话了 你 老师怎么为什么禁止你说呢 不知道 少来 怎么会不知道 是你 讲得很大声呢 还是 老师在上面讲 你在底下讲 隔壁同学跟我讲 就老师叫我不要讲话 这个非常典型的说法 这个是标准答案 我们都是别人跟我讲话嘛 对不对 害我要回答 对不对 那 那 老师有没有惩罚 或者处罚旁边的同学 没有 没有 只有 叮你一个 对啊 常常叮吗 sometimes sometimes 那这个sometimes 会不会很长呢 每天呢 every day呢 嗯 一个礼拜一次吧 一个礼拜一次 因为你一个礼拜上这个 老师一堂课 啊 没关系啦 好的 那刚才你有没有听到 叶老师跟我们说的 对不对 嗯 你讲 一定要 你如果真的跟老师 说服一下 老师 我其实 讲话还是有道理的 可以跟老师 你这个老师 会愿意听你讲话吗 呃 老师就会讲 我在上课 事情 下课在讲 不要耽误到全班 那他怎么 是让你站起来 不要讲话 还是叫你去面壁 还是叫你怎么 他怎么 阻止你讲 就叫我站起来 哦 站起来 这是基本款 哈哈 哈哈 强哥 我们以前的同学是 到外面拿水桶 不准讲话 到外面拿一 拿水桶 半蹲 哇 那个是最恐怖的 因为强哥 这个半蹲是受不了 那个腿会很酸 好 好的 周一婷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 我们等会儿也可以一起看看 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 要怎么鼓励孩子 或者是 其他的表达的方法 谢谢你 艳婷跟我们分享 紧接着我们来接 陈欣瑜 陈欣瑜你好 喂 喂 陈欣瑜你好 你好 你好 对 你好 你好 你不要只听外面的网路收听 它会晚一点点哦 好 你要听你的电话筒里的声音 请问 你有别人叫你不要讲话吗 有 你几岁啊 八岁 八岁哦 哦 你现在讲的就有点难过了 是吧 好 八岁 谁不让你讲话啊 老师 又是老师哦 老师为什么不让你讲话 因为 因为 要只手才能讲话 要举手才能讲话 你为什么不举个手再讲呢 呃 难不及 难不及 对 强哥也是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 没有带刹车的 那 那老师怎么阻止你呢 刚才 周彦廷哥哥 他是被 罚站 那你呢 半蹲 哇 刚刚讲 进阶版 半蹲 是半蹲在椅子那边半蹲 还是要到 呃 教室后面 啊 教室后面 哇 这个就进阶版了 哇 真的原来 哎 三十年如一日啊 哈哈哈哈 这么多年来 居然都差不多 啊 玩法 啊 这个很有意思 嗯 好 谢谢你哦 那 欣宇 你等会要继续听节目 看看我们的叶老师 我们另外一位叶教授 要跟我们一起怎么分享 好不好 加油 拜拜 拜拜 好 听起来 你看他回答 跟我回答都还算正常 他不是一个 无法控制的小朋友 但是 他太敬畏强哥 但是真的是 老师这个处罚 真的让我真的 回忆到我的童年 那种 这种 不能讲血迹斑斑 但绝对是泪水斑斑的 这种上课精神 经验 好的 呃 叶老师除了 写了这本书 为未来而教 里面提到了 可以算是台湾现在 非常 红的 一个话题 翻转教育 呃 里面从2013年的一个 开始到2014年一次 重要的活动 那这样讲起来 也不过 在台湾 呃 热闹滚滚 这一年多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他到底 呃 希望透过所谓 翻转教育 能为小朋友 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们要为 未来怎么教呢 等我回来 跟你一起分享 听听听听听听听全世界啊 台北市的卫生局 最近进行了年度的抽检室内各校营养午餐 抽了多少件呢 161件 其中呢 发现有三件的蔬果残留农药 不对 不符合规定了 还有四件餐盒初步抽验结果呢 未达卫生标准 另外台北市昨天也公布了第二波茶饮检验 结果 宋检的44件产品 其中三件不合格 分别是 哇 直接讲出来了啊 各位听清楚 橘子工坊的绿叶红香边四季春 然后还有呢 墨香绿茶 以及歇脚亭啊 哇 南洋分店的红茶 残留农药量超标 卫生局勒令回收不得贩卖 我的天哪 你这个勒令回收啊 已经不只是回收的单品了 这个整个 对于这个品牌的伤害 所以说 可能这个商店啊 企业还是要 真的要赶快自己要自我检查 另外呢 桃园市桃园区中浦国小 乐林玩具事务所 昨天正式启用了 什么意思啊 乐林长辈快乐的和幼儿园 和国小的学童同乐 乐林长辈呢 还免费充当玩具医师 替同学们的玩具检修 中浦国小郑校长就说 这座玩具事务所中 最特殊的是展出了 大约百余剑 来自于日本的木制玩具 哇哦 此外退休的一位苏老师 在中浦国小的乐林中心 教导乐林长辈 制作同趣玩具 并将产品免费送给学校 让学校拥有一个 全国唯一由乐林长辈和学童 共同打造的玩具事务所 生命可以很无聊 很愤怒的过程 也可以跟别人分享快乐的活着 在家里其实蛮开心的 爸妈都让我们讲话 可能你出去到学校呢 别人就不要你讲话 你忘忘忘 吵什么吵 把嘴巴给绑起来 我也看过狗狗要戴一个狗套子 对 嘴巴不能张开 整个狗都捏掉了 小朋友是这样 当你半蹲座 站在教室后面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 还有什么自信 整个都摧毁掉 整个摧毁掉 好可怕 所以说老师从这个角度 那我们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我很想听听看 由您自己讲 2014年1月的时候 您在台大办了一个 翻转教育工作坊 对 然后呢 有从马祖 有从外岛来的老师 从南部来 东部来的老师 挤进那200个名额 因为只有200个 400多个500个报名 只有200个人挤进来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产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振波 我想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感动的是 台湾的中小学 我就算大家 虽然他一直在骂 这个台湾教育中 其实台湾中小学 是有一批很棒的老师 就是很有热情 很想把孩子交好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大家知道 一件事情 说其实私事有两种 现在小朋友 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私事 私事 但是私事 老师也有两种 老师也有好的老师 当然有 老师跟其他工作一样 任何工作都是有 很厉害 很好 很用心的 跟很打混的 对吧 台湾也是有一批 很棒的老师 很用心 想要教好学生的老师 所以翻转教学 翻转教学是最近 这两三年 这个在 大家觉得 对小朋友的学习 会很有帮助的 这种教学方法 所以全台湾有这么多老师 他们就很热情的 他们觉得说 他们要想 想要怎么样 把这种方法 带回到他们教室来 所以他们就来 来这样的 这个 来我们这边 跟我们学 怎么做翻转教学 这样子 你就看到了那股力量 那之后呢 这一年多的时间 你常常南北各地的跑 你的晚餐 午餐 常常就是在火车上面渡过 那我很想 再由您自己亲会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翻转教育 到底是怎么翻 是大家一边上课 一边翻跟斗 什么叫翻转教育 我想翻转教育 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 就说你小学 国中高中 大学毕业 你出去社会 之后你会发现说 你在社会上开始工作 你会碰到很多 你没学过的东西 可是你出社会之后 没有人再会教你 不像说在学校里面 都有老师 把东西整理了 一条一条教你 你出社会 没有人教你 你出社会 如果没有人教你怎么办 只能靠你自己学 可是我们发现 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 因为从小到大 我们都没有训练他 自己学的能力 所以一出社会之后 碰到很多事情 不会的 难的 他就很想要放弃 所以翻转教学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让老师 用不一样的教学方法 那这可以培养小朋友 自己学习的能力 那像一些做法 就是比如说 有一个网路平台 叫军医教育平台 就是平均的军 一流的一 军医教育平台 军医教育平台 现在已经把 从小学到国高中 很多的科目 都已经有影片 每一个科目 根据课本的章节 都有 很好很棒的教学影片 现在全台湾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就自己 去这边看着影片 像小学的数学 就可以自己看 自己学 如果你能力很强的小朋友 你就可以超出 你班上同学的这个数字 那就不用到课堂上去了 等于是 那你还是等下 课堂上的话 你就可以去帮助 去教那些 普大会的小朋友 好有趣 在您的书里面的第二张 人才能力一篇 你就是说 未来的年轻人 必须具备四大能力 会思考 会表达 会自主学习 会面对未知的变局 我相信这几句话 可能对于在收音机旁边的 爸爸妈妈 都很希望小朋友 能够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等会希望 还有一点点时间 能够把这个精髓 你可能要看这本书 但是我们可能 还是希望 透过叶老师的 现身说法 直接告诉我们 一些关键的 我们来接洪向心 洪向心您好 喂 洪向心 你几年级 五年级 听咱们节目听多久 从六次元开始听 哇 哇 这个 那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 才打电话进来啊 我也没有不准你们说话 没有 那为什么 你为什么 都这么久没有 就第一次 这么五六年 才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啊 鼓起勇气 鼓起勇气 一定是叶老师 刚刚说 要学习表达出来 说出来 哇 我们太欢迎了 我们欢迎 洪向心同学 欢迎洪向心 感谢 哇 刘老师 你真是有魅力 能一讲 马上 六年的同学 都爬出来 跟我打电话 爬出来 洪向心 你也有被 你也有被 说不准讲话 有啊 啊 你能够忍这么久的人 还会被 说不准讲 或是什么状况 来跟我讲 是谁不忍 就是 今天老师 我们在上书法课的时候 就是 然后说如果 那个 那个 写书法 如果讲话 就会被罚 那你 那你为什么要讲 你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跟同学聊天 聊一下天嘛 哎呦 然后老师怎么罚你 就是 多加几张纸 然后就要 写 多写几个字 对啊 哦 还好你不是 我们以前看的短剧 老师就拿毛笔啊 反正书法课 拿毛笔 把你脸上画黑圈圈 以前短剧 都是这样演的 好的 还好 不过你这样子 虽然 只是叫你写几个字 但你还是蛮 蛮难过的 对不对 对啊 嗯 你会不会因此以后 再也不敢讲话了 也不会啊 那还不错 好 不过就像老师 刚刚叶老师讲的 也许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 跟同学们分享 然后呢 把你知道的 和他知道的互相交流 等会回来 可能收集很多爸爸妈妈 就可以听 因为我要请叶教授 叶老师告诉我们 爸爸妈妈 在这个翻转教育的时代 我们可以怎么配合 让孩子们学得更快 更强 更快乐 亲密日记 星期二 李李肚子饿 今天的我 嗨 今天你有过开心吗 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来 李建豪同学 建豪 你好 张哥好 老师好 哎呦 建豪 你今天开心吗 你今天开心吗 开心 什么事情很开心 想不出来呢 但是就是开心就对了 因为今天户外教学很开心 啊 户外教学 去哪里呢 我们去看动物 去看动物啊 都有动物园吗 不是 那到哪里可以看到动物 山珠城 哦 山珠城 某一个地方 去看 林口山珠城 林口山珠城 哦 好的 这越讲越仔细了 好 那我们还不太知道 山珠城在哪里了 哦 建官哥哥要去查一下 啊 没关系 啊 也希望 所以一种 有趣的教学的方法 去玩玩很开心 对不对 嗯 哦 到山珠城 也可以跟同学聊天 对不对 对 不会 我们还要喂兔子跟毛 喂兔子跟毛啊 这实际的去操作 是很快乐的 也希望你每天 都能这样的快乐的学习 好吗 好 拜拜咯 拜拜 最后有一点点的时间 那请老师讲一下 在这个翻转的时代 老师也很努力的 想要跟小朋友换位 彼此学习 或者是像刚才 用别的方式 创造出一些 学习的方式 那爸爸妈妈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怎么样 来让孩子们 得到刚才你说的那些能力 我觉得爸爸妈妈 其实可以把焦点 拿离开课业 说实在 我觉得你说小朋友 小学四年级 五年级 数学考一百分 他人生一辈子就成功吗 不见得嘛 对 那你要每天就是 吃完晚饭以后 就是爸妈就在那边 心里有看点诺布 在帮小朋友订阵作业 那干嘛帮他订阵 他错了就错嘛 你帮他订阵作业 小朋友 老师根本不知道 他哪边不会 对不对 老师就在从作业面 小朋友错 他才知道说 原来这小朋友这样不会 所以他才会去教他 他就去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爸妈 其实把这些东西 就留给专业的 OK 这专业的 教课教书 当然老师还是专业 爸妈你就把你的精神 放在别的地方 那放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举例 爸妈可以跟 跟小朋友玩游戏啊 比如说 比如说你跟小朋友 就跟你家小朋友 我说你最喜欢哪本书 我最喜欢基督三分筹记 还说来 把他跟你玩个游戏 你能不能 一个月内 说服你们班三个同学 让他们的爸爸妈妈 也买这本书 对不对 然后那你就 那你就可以有很多事情 可以跟你小孩子聊啊 你就聊说 那你觉得你们班上 哪三个人 你比较容易下手的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选这位同学A 因为他跟我交情比较好 或什么样 那你为什么选这同学B 光是人选 怎么选 这个可能就 有很多事情可以讨论 对不对 然后就说 好那你如果选了同学A 那你觉得同学A 有什么 习惯 或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让你觉得说 你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策略 比较容易说服他 对不对 我觉得爸妈妈 就可以跟小朋友 做这样的这种事情 其实你就 也不用天天盯他 对不对 你就过两三天 你最近进展怎么样 说服着几个 对不对 那你就是把你这个 做事情的方法 做事情的一些策略 可以跟小朋友讨论 可以聊 这个比 你在整天盯他数学 100分 99分 98分 这种有意思多吧 没错 小朋友也 在童年的记忆中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也不是在那边 追赶跑跳碰 没错 而且是有些 好像共同的计划 秘密在进行的 对 对 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教小朋友 做事的方法 那 最后一个可能 我可以再给小朋友 一个小建议 就是说 大家都喜欢讲话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讲话 但是讲话 都讲一些 没有意义的话 只是没有什么帮助 对 所以我会建议 小朋友 想一个方式来训练自己 就是学着一直讲故事 然后同样的故事 讲给同学一 同学二 同学三 一直讲 那你同一个故事 讲了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让自己这个故事 越讲越精彩 越讲越 比如说时间的控制越好 以前本来讲 第一次讲的时候 哇 这个拖得好长 现在变成 哇 我只要一分钟 两分钟 就给讲到 大家觉得 哇 很精彩 你这样讲话的 这个功力 能力就越来越强 好 所以你就要 同一个故事 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过个几天之后 再找个新的故事 再一直讲 一直讲 我跟你讲 三十年前我没有碰过你 但我就用这个方法 我一个故事 一直讲 一直讲 讲到老师说 不要再讲了 很感动 时间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本书 整个再来 跟各位分享 爸爸妈妈 我建议 和做老师的 当然一定要看 为未来而教 这里面最后的一句话 衷心希望 以后让孩子们 对未来 没有梦想 没有想象的 不会是我们这些大人 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收听 跟路说晚安 晚安 哎呀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鬼鬼奶奶 还早呢 还早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对 听故事 从前 从前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故事不一样 可是开始 当然都是 从前 爱挑剔的摩摩斯 这个做人呢 一定要说好话 做好事 不要心怀恶意 说个故事给你听 从前 从前呢 这个地球上呢 据说 他第一头牛啊 是海神 普希顿 他创造出来的 这个第一间房子呢 和第一个人 的创造者 就分别是 手工艺之神 雅典娜 和普罗 米修斯 这吩咐他们 做这件事情呢 当然就是众神之王 宙斯了 这个宙斯教的工作 一定要努力做啊 他们就很努力的 做这个功课 做完之后呢 三位天神 就来到宙斯前面 交作业 他们呢 就说自己啊 做这个事情的 这个点子啊 还有特色啊 还有构想 都觉得自己的创作 是最完美的 这个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天神 摩摩斯 正好呢 就在宙斯旁边 那宙斯就顺便问他了 摩摩斯啊 你来判断一下 你认为谁的创作 最完美呢 这个摩摩斯啊 他是一位啊 讽刺之神 为什么叫他 讽刺之神呢 因为他最喜欢 挑别人的毛病 他的嘴巴很坏哦 每次说话呢 都要讽刺别人 所以就变成 讽刺之神了 他就说 好 我来看看 摩摩斯啊 就仔细地检查了 他们做的牛 房子和人类 其实呢 说实在的 三样创作都很不错 但是摩摩斯 就是不愿意 说好话 他呀 对他们的巧思和手艺 很嫉妒 所以就想要 鸡蛋里挑骨头 摩摩斯 看了半天 一句话也不说 为什么呢 他正在动脑筋 找缺点 要讽刺他们三个神仙 等了好久 摩摩斯说话了 他先转向 做牛的海神 普希顿 对普希顿说 我觉得 你的创作离完美 还差得远呢 牛的眼睛啊 应该要放在 他的鸡脚上才对啊 这样啊 牛才会看得更清楚嘛 他的脚 也才不会去撞到 其他的东西啊 原来啊 对自己这个做的牛 很有自信的普希顿啊 哎呦 被泼了一盆冷水 当场就愣住了 接着 摩摩斯 转过来批评 做人的 普罗 你修斯 你做的人啊 说起来也不理想哦 人的心怎么能够 放在身体里面呢 应该要放在外头嘛 这样啊 大家才很容易分辨出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啊 最后 轮到 雅典娜的作品了 摩摩斯说 像你造的这种房子啊 万一隔壁住了一个 我很讨厌的邻居 我要搬家的话 那是多不方便啊 所以房子底下应该要装轮子嘛 让我可以好搬家呀 这评论完了 宙斯也气坏了 因为他看出这摩摩斯的恶意 他很生气 于是 宙斯就把摩摩斯 从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上 赶出去了 所以说 中文字幕——YK